你好,我是Jenner 今天给大家教几个我们人体面部的器官 首先从这个器官开始 这个是我们的头发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有头发 但是呢,男生的头发一般比较 短,一般比较短 然后女生的头发呢,一般比较长 女生一般头发长的我们就叫做 长头发 长头发 要是男生头发比较短的话呢 就叫做短头发 短头发 但是统称都叫做头发 头发 然后头发下面的这个部位是我们的额头 额头 额头往下的这个部位呢,就是我们的眉毛 眉毛 眉毛往下的这个部位呢,就是我们用来看东西的部位 我们用来看东西的部位 叫做眼睛 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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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来看东西的部位 眼睛 然后我们眼睛的上面呢,这个地方有 眉毛 睫毛 然后眼睛 然后眼睛下面的这个部位就是我们用来 闻东西的部位 叫做鼻子 鼻子 鼻子 然后鼻子的两侧 叫做我们的脸颊 脸颊 脸颊 然后鼻子的下方 是我们的嘴巴 就是我们用来说话 用来说话 还有吃东西的部位 嘴巴 然后嘴巴的下面 我们面部的最下方 叫做下巴 下巴 然后呢 我们用来听别人说话的 部位叫做耳朵 我们用来听别人说话 耳朵 耳朵 好 然后我们的下巴 下面的这个地方 这里叫做脖子 脖子 然后脖子旁边的这个地方 叫做尖 旁边这个地方呢 叫做尖 尖 好 我们来重复一遍 从上往下 首先这个是头发 头发 然后头发下面的这个部位 叫做额头 额头 然后额头再往下的这个部位 叫做眉毛 眉毛 眉毛再往下的这个部位呢 叫做眼睛 眼睛 眼睛 眼睛往下的这个部位叫做鼻子 鼻子 鼻子的两侧 脸颊 脸颊 嘴巴 嘴巴 嘴巴往下这个地方是下巴 下巴 然后呢 耳朵 耳朵 耳朵往下这里叫做脖子 脖子 脖子旁边 这个叫做尖 尖 尖 竖子